RX5500XT AMD主流价位的新品 终于登场了 作为RDNA架构的第二支队伍 RX5500系列其实很早以前就宣布了 但因为种种原因 直到今天才和大家见面 那么等待了这么久 到底值不值得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RX5500XT的表现如何吧 RX5500XT采用的是Navi14核心 基于RDNA架构7nm工艺 它拥有1408主流处理器 并且配备了8GB GDDR6显存 不过位宽缩缩到了128位 这是一张定位普通的游戏显卡 它的首发价格是1399元 和现在的GTX1660差不多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就来测试一下吧 测试平台i7-9700K搭配16G-3200C14的迷运堂内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3DMark的理论跑分 FSE的成绩看起来似乎相当不错 5500XT比起1660还要高出一些 但Time Spy的成绩就稍逊一筹了 5500XT只是比1650Super高了一些 相比1660还是有些劣势的 鱼的大师似乎也对A卡比较友好 5500XT依然可以保持领先 看起来这张卡的跑分似乎还行啊 那么实际游戏还能延续这种表现吗? 首先我们体验了一下微软新鲜出炉的冷饭 光环致远星 由于是一款Xbox 360移植的游戏 所以光环致远星的硬件要求并不高 2K分辨率下 所有参测显卡都能跑到140帧以上 但是这里的5500XT表现甚至还不如1650Super 这点是让我有些出乎意料的 分辨率提到4K之后 这几张主流显卡依然可以跑到80帧以上的高帧率 优化还是不错的 但5500XT依然是要略逊于1650Super 会不会是游戏引擎太老了呢? 我们再来试试别的游戏吧 比如最近评价很不错的《星球大战绝地》 这个游戏是用虚幻式引擎做的 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但是5500XT的表现依然不是很理想 虽然相比北极星进步明显 但1080P下依然输给了1650Super 把分辨率提高到2K之后似乎缩小了差距 5500XT和1650Super非常接近 但这依然不是这场卡应有的表现 这个状况对于红队来说似乎有些不利 不过在刺客信条奥特赛中 5500XT终于稍微挽回了一些颜面 1080P分辨率下 性能介于1650Super和1660之间 2K分辨率表现更好一些 更加接近1660 但你们也清楚 这个显然也不是我想看到的性能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大表哥2中 我们在1080P下可以看到5500XT 介于1650Super和1660之间 2K分辨率也是类似 5500XT依然是打不过1660 当然大表哥2这个游戏由于比较是显存 所以5500XT可以比在座的显卡多开一些特效 不过就算关了特效 咱们都跑不动大表哥2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特别看重这八级前层吧 再来看看彩虹6号围攻 1080P下5500XT的表现和1650Super旗鼓相当 而2K分辨率下5500XT甚至输给了1650Super 有点丢脸了 5主GD3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5500XT在1080P下就打不过1650Super 更不用说1660了 但是在2K分辨率下情况倒是好了一点 5500XT相对来说更加接近1660一些 最后CSGO的表现 5500XT终于翻盘了 1080P下领先于GTX1660 2K分辨率下更是扩大了领先幅度 哎呀 先是旧了Ryzen 现在又旧了5500XT 这AMD真应该给V社多打点钱了 从游戏性能来看 5500XT的表现只是稍微领先于1650Super 普遍落后于同价位的1660 说实话我并不是很满意 那么它在温度和功耗上能不能做得更好呢? 很可惜我们又想多了 5500XT的Time Spy平台功耗 其实并没有比2048SP的RX580要低多少 能耗比依然还是逊于隔壁16系卡的 温度情况各家都差不多 不过我们测试的卡都是比较Guy的非公版 所以这个结果仅供参考吧 最后我们也试了一下超频能力 5500XT的功耗限制得非常死 我们很难有什么施展的空间 最终我们加速频率拉到了2025Mbps 实际测试可以达到1960Mbps Time Spy成绩从4805分提高到了4960分 聊甚于无吧 5500XT这张卡基本上出场就已经走到头了 从上面的测试结果来看 5500XT的表现有点低于我的预期 不过对于红队来说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2020版的盛上纤索驱动更新 现在也已经推送了 这个更新倒是一如既往提供了非常多的改进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驱动面板外观上的变化 现在的功能区变得更加细风 首页上会展示你平时玩的游戏 平均一行的帧率 还可以快速进行录屏 或者做成GIF图 感觉老黄真的应该好好学一学 完善一下GIF-E的界面吧 功能上年度驱动也有非常大的更新 最重磅的一个功能就是Radeon Boost 这个新功能可以在游戏中根据你鼠标动作的幅度 动态降低分辨率 这样在运动比较激烈的时候可以保持流畅 而不那么注重帧数的静态场景 又能够保留比较好的画质 我们实际用5500XT简单测试了一下 用2K分辨率玩5组织第三 这个Radeon Boost真的有效果 你的鼠标移动越剧烈 分辨率就会降低得越明显 帧数也能获得相应的提升 它降低分辨率的程度会用小格子显示在左上角 四个格子全满的情况下会降低50%的分辨率 也就是2K最最剧烈的运动下会降低到720P 感觉这个分辨率降低是不是有点大 但是我实际玩的时候这个降至倒不是很明显 毕竟移动幅度大的时候本来我也看不清楚 反而运动时的高帧率让我觉得鼠标更熟了很多 现在鼠标移动的时候确实可以跑到接近60帧了 确实更加流畅了 Radeon Boost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棒 而且我们使用的只是2K分辨率 如果是4K分辨率的话 这种降至会更加难以察觉 这是未来高分辨率游戏很不错的一个解决方案 不过Radeon Boost也有一些缺陷 比如说它目前只支持很少的一部分游戏 而且要求必须DX11模式才能启动 另外如果你在游戏的主菜单里晃动鼠标 或者其他一些非随动的场景 它还是会降低分辨率 这个时候画面就会显得有点怪怪的了 但总的来说Radeon Boost还是很有前途的 另一项新技术叫Integer Scaling 整数缩放 它可以对低分辨率的图像实现像素点的拓展 这个功能可以改善一些老游戏的画质 使这些经典游戏在高分辨率的屏幕上不会显得那么模糊 而是能够表现出像素感 此外新驱动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改进 比如说GTN的老显卡 终于能在DX9的游戏里使用Anti-Lag了 之前的图像锐化技术也终于支持了DX11的游戏 从功能上讲 这次的腎上腺素年度更新绝对是诚意满满的 总结一下怎么说呢 2020年度驱动更新确实带来了不少干货 AMD在软件层面上的努力我是非常肯定的 但5500XT这张显卡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们本来推荐A卡就是因为性价比高 可同样的价格 你甚至可以买到比它性能更高的N卡 这就很尴尬了 我觉得AMD本来应该没有打算拿出这张5500XT的 从前面的宣发来看 原本AMD要出的是5500 规格就是这张卡的规格 只是频率低一些 可是被NV埋伏了一手 半路杀出个1650 Super 弄到5500还没出声就被掐死了 AMD只能通过超频 把5500升级成这张5500XT 想办法性能先超过1650 Super再说 从各方面来看 这都是一个很无奈的产物 不过5500XT并不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你对这个价位的A卡感兴趣的话 不妨多等两个月 按照这张卡现在的竞争力来看 它铁定会降价的 到时候再来考虑也不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